全会赛场上天津队最终战胜江苏队拿下了女排冠军 尽管没有能够夺冠 但是身为江苏队和中国女排双料队长的张长宁还是很开心的 微笑着和现场的球迷合影 然而在接受采访之时张长宁却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表示自己的膝盖受伤确实很严重 在6月份于意大利参加世界女排零四的时候 就感觉到自己并不是处在一个特别好的状态 但是还一直顶到现在 大家都注意到了在全运会女排半球赛当中 当时江苏队3比1战胜上海队张长宁有一个细节动作 那就是整理公关户具 可见伤病确实对她的状态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张长宁这样的一番话 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在6月份参加世界女排联赛的时候 当时她的身体负担就已经比较重了 但还是硬撑着一队长的身份率领当时中国女排二队在打比赛 那么这样看来 其实中国女排有多名球员都有伤在身 张长宁 朱婷两个核心球员都有伤 那么在奥运会开打之前 还有进行高角度的比赛的情况下 再去进行奥运会的征战 毫无疑问会给球队造成巨大的影响 希望未来三年的中国女排 能够在人才牵涉和比赛的安排 以及伤病的处理上更加到位一点 更加人心化 让我们的运动员能够少一些伤病 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打更多的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